你有沒有用Payme支付工具呢? 匯豐旗下Payme宣布 由2024年8月19日起 用非匯豐信用卡增值 將會收取1.2%的手續費 即是用戶每增值港幣100元 手續費將是港幣1.2 而每月手續費上限是港幣12元 用戶記得留意 有兩種情況需要支付1.2%的手續費 第一個情況就是增值錢包結餘 當用戶點按快捷功能 或我的帳戶中的增值按鈕 並使用非匯豐信用卡增值錢包結餘時 第二個情況就是向朋友過數時增值 當用戶向朋友轉帳時 用非匯豐信用卡進行增值操作 不過在最新安排下 用戶有3種情況可以豁免手續費 第一種情況是向商店付款時需要增值 無論用哪種方式增值 都可以豁免手續費 第二種情況是用匯豐信用卡進行增值操作 無需支付手續費 第三種情況是用任何銀行戶口進行增值操作 無論是否匯豐銀行的戶口 都無需手續費 另外直至2024年底 用非匯豐信用卡進行增值的用戶 只要在接受Paymill 付款的商店 消費滿港幣30元或以上 就可以獲得手續費回贈 再次回到網站